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该片讲述了五位年轻男孩的成长历程 阿杰、阿威、阿智、阿明和克仔为一群好朋友 阿杰在投资公司工作是一名只顾薄命赚钱的经纪 阿智则是赌信风水面向的邮差阿明在寿司店工作 害羞的克仔在老夫的珠宝首饰工厂当学徒 而阿威则刚刚会考失败五人均抱有创业理想 共同开了一间洗毛巾工厂 同时阿明与克仔无意间在快餐店 认识了活泼的Yoko和文静的阿猫 阿明的洒脱历史吸引了Yoko 而阿猫与克仔亦发展迅速 阿杰的秘书一直暗恋他 但阿杰从未察觉洗毛巾工厂出问题 五人唯有决定改变方向转营多元化生意 另一方面Yoko一心改变阿明的不羁性格 但最终已分手收场 阿猫一移民澳洲与克仔亦面临分开的现实 而阿杰的秘书亦因放假而离开 克仔的感情事业均踏入另一新阶段 更需勇气去克服自我和面前现实 阿明最终亦能改变花心不羁的性格 在与Yoko一起阿杰亦能体会到赚钱不是一切 怀念其往日的秘书对他的种种好处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软的视频叫你 就要针将这一blai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